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去哪裏和大家看甚麼樓盤呢 之前我們分享過 Richmond 三個 Skytrain 站附近的東西 又分享了 Low-Key Berkwitlin 我們今天來到大家都可能更熟悉的 Burnaby 就是North Burnaby 我身後的 Skytrain 站就是 Brandwood 站 Brandwood 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我自己Carrie的影片都分享過很多次 現樓 樓盤 放租 買賣 我們今天特意選擇了一個位置 應該是之前的影片沒有拍過的 就在Low-Heat 地面的商場 這個是 AmazingBrandwood Mall 然後正隔壁就是 Skytrain 站 如果你在地面的話就走一個樓梯或電梯上去 如果你是住在上面 AmazingBrandwood 你就直接有一個 Sky Bridge 通了過去就很方便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在樓上的中庭的地方分享過 大家已經看過了 另外新開的可以跟大家順便說一下 就是新開的黃庭 這間Nepthune黃庭海鮮酒蝦都開了 我上次去跟客人在這裡吃過飯 住在Brandwood的朋友都可以的 跟Marine Gateway那間是一樣的 終於又回到一間中餐廳 就在這個Mall這裡了 除了Food Court之外 我們今天會看甚麼呢 我們今天會看看Brandwood現有 幾個去年2021、2022年 主要是2022年賣過的Brandwood的樓盤 首先我們Skytrain 站 過了一個對面Willington 那兩座已經是Solo Complex Solo 4 是這座高的南邊 現在甚麼都看不到 洞都畫得很深 我已經開始看到天秤在那個位置開始起 所以Solo 4的進度都可以的 Extimate completion 2025、2026 然後在我們後面這裡 看到上面這座1955 Halfway 就在Mall近Lowheat上面 這個是Tower 2 後面有Willington Tower 1 這些全部是Amazing Brandwood的燃樓 在Tower 1的正後面 即是向北有兩座樓起 之前Tower 5 去年跟大家分享過 就已經是賣光了 亦都在興建 那裡一早開銷遺益 現在都看到它動工的情況 然後跟Tower 5 一齊落成的 就會是Tower 6 Tower 6 現在仍在賣 亦都是今年 差不多去年年中年尾才正式開售 一直都是發展商有房子單位出來 一房兩房 還有一些特色的Terrace Home都有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跟我聯絡 一房兩房單位 其實就會比較多 三房以上就比較少 這是Tower 6 現況 Amazing Brandwood的位置 大家都熟悉 簡直是有個墨 下一期Tower 5 和 6 樓下都有墨 我們現在走一走一走 這邊是另一邊的路可以停下來 如果我們向東邊看過去 繼續這個Low Hit 再往前看 那裡有一座 現在看到一座 其實它是同一個方位 重疊了四座 就是Concord Brandwood 我們稍後今天會重點說多一點屋苑 因為我們有些放售的單位 還有一些Assignment的單位 和大家分享 現在看過去它前面就空洛洛洛洛洛洛洛 是說過一年左右 前面的位置其實將來就是 Oasis Oasis是在下一期之前也分享過 亦是繼續有單位在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上網 了解一下Carriequite.com slash Oasis 如果大家向南邊的樓附近 直望下去有一座正在建的樓前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South Yard by Anthem 樓盤還未動工 正在剛開始賣 一房單位就差不多沒什麼 兩房便宜點八幾九十萬都會有 有興趣的朋友再問我拿回資料 我們現在先走過去 看看Hellohit那邊的單位 我們現在上到七樓的一房單位 大家有印象可能都見過 就是幾個月前 當初還未交樓 Concord安排Deficiency Walkthrough的時候 已經在這裡跟大家拍過一條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買樓花的時候的流程 之後發展商安排什麼事 為何要找Carrie去幫你買樓花等等 有興趣看 我們現在正式交吉了 就是收了鎖匙 正式成為業主 所以也過來收拾一些首尾 準備放租 過多幾天我和機仔會飛回香港一個月 探親家工作 見客戶 所以我們打算今天搞定之後就放租 說回這個單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當初 Concord Brandwood Hillside West Hillside East 這兩座樓 是差不多2017年去買出的 當初是我和機耳移民年 所以我們並不是向發展商買入的 那時候根本都不知道 這個項目 完全不知道Brandwood是什麼 那時候我們是Delta 後來做了地產經紀 開始認識了之後 我記得應該是2020年 2019年的時候 在一個assignment 香港叫摩貨 這邊叫assignment 樓花轉讓的市場裡 看到這個單位 當初當然是加了少許錢 即是給原買家賺了少許錢 再給了三元FeeConcord 就買入了下來 現在都等了很多年了 如果要2020年計起的話 等了三年左右就交給了 那assignment的好處或不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你有機會 當你失去當初的發展商 去發售的階段的時候 因為這邊的樓花和香港很不同 很多時候香港客人都會反映 香港的樓花一兩年就買 就可以交給了 為什麼這裡每次都2025 有些是2028 在Sing Bang & 2009年交樓 然後這邊很多時候 尤其是大型樓盤 它是說什麼都沒有 可能連地面上的東西都沒有清潔的時候就賣了 然後發售了 然後慢慢慢慢起 所以當新朋友來到看到 想買這個的時候 發展商一早已經售賣了 那怎麼辦呢 難道等到它交給之後 你又怕樓價追不上呢 所以這邊真的很流行 一個assignment market 就是原買家 但它也可能有改變計劃 就像這個original purchaser 他覺得一房可能不夠了 要轉兩房 在等這麼多年的途中 可能本身是一個single person 已經變了三萬一件 那一房怎麼住呢 他就會中間去賣出這個單位 也有一個market去吃不接的 那這幾座樓 為什麼今天先說Concord Brandwood呢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market market裡面 Concord Brandwood這個社區 是最多新樓交給 放售、放租、穩租 然後旁邊的兩座樓 又是來一年左右 是可以交給的 又有很多assignment 找Carrie去買 或者是有人想買的 那我跟大家先分享多些這裡的社區 我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那剛剛說了assignment的好處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assignment的壞處在哪裡 因為assignment大家買的時候 往往是一個closed market 即是沒有在MLS、REW、realtor.ca上見到的 尤其Concord是沒有給你放在MLS上的 所以大家的資源就很有限了 變成不會像當初 發展商賣樓的時候 有一個簡單的位置 要什麼樓層、要什麼方向、要什麼職 你想收拾一些便宜的東西 或者那一刻想賣有錢準備好 就只那一刻你接觸到那幾個選擇 好像我們當初買進來的時候 價錢上都比較可觀 因為比起現在的市場 但選擇很少 我們買回來的單位 它在景觀上可以的 向東向北 但實際上剛才跟大家說過 機仔說火箭聲 因為有Skytrain經過 我聲音會比較吵 來吧 香港有些朋友跟我說 香港也是這樣 習慣了 但這邊有些人未必習慣 但我也可以的 我不知道 我想我應該可以 因為我睡覺是睡得豬 什麼都不會醒 但機仔就很醒睡 他說他一定醒 大家如果想租我這個單位 你要看看你能否接受到聲量 當然在外面露台 聽真的特別大聲 但如果你進去單位關門 那聲量至少都減半就好很多 所以這個露台 實際上我想大家 我應該不會坐在外面 因為我覺得都比較吵 夜晚 夜晚 冷冰冰 夜晚又冷 沒有Oasis 下一期的露台 起碼可以遮蓋了 有暖氣 好很多 有玻璃幕牆 這就是剛剛說的 Simon 有時弱點就是 你未必有很多東西選擇 所以可能On the market 例如這個單位 就不是一個最理想的職 這就是弱點 好了 我們說回剛剛的單位 很快跟大家進行一下 都看過了 因為它的總體室內面積 這就是509呎 一個都很實際的計劃 它沒什麼浪費位 它連這個走廊位都幫你做廚房 就令到你客飯廳的空間 就比較寬敞比較大 我們從門口開始說起 門口一進來 這邊已經是一個類似是衣櫃 打開就有Sensor Lighting 可以放入門口的大衣 鞋物和清潔用品 右手邊是洗手間 一房單位一個洗手間 這三個都是Medicine Cabinet 都可以放東西 然後下面有燈 上面有燈 櫃底都有燈 下面繼續是儲物空間 這邊拿出來也是 座廁我們買了一個垃圾桶 這個花灑頭 Concord原裝是一個放在上面 我們都換了一個 起碼可以拿下來 飛到水內 再拿下來的花灑頭 我們沒有去再轉場 破壞它原本的Marble Tiles 所以就直接換了頭 就比較簡單 然後這邊也加了一條 這個通是我們家的 還是Concord原本有的 這個是原本有的 這邊也有燈 這些全部都是Marble Tiles 洗手間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長條型的廚房設計 這些上面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下面 櫃底有燈 洗碗碟機這裡開始 這一期的設計都是Bosch的電器 下面呢 洗手盆下面有垃圾桶 又可以拉出來的櫃 焗爐在下面 上面是爐頭 Bosch 上面是叉油煙機 微波爐在這裡 然後就是雪櫃 24吋的都是Bosch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冰櫃 下面是雪櫃 下面這些櫃桶 全部都是extra的 儲物空間 除了這裡之外 旁邊還有一個櫃 這個是洗衣機乾衣機 Bloomberg 即是上下踏式的洗衣機乾衣機 這個單位是沒有釘的 所以大家可以目測看到 我自己也覺得 是儲物空間差一點的 原本assignment 留下轉讓買入的時候 有一個車位 沒有Locker 我剛剛跟Concord爭取了很久 終於排到一個Locker了 我們加了幾千元去買 希望將來住在這個單位的人 有些雜物可以放在Locker 走到這邊 其實這個空間感我覺得不錯 可以有一個全大小的dining area 即是放大圓桌 這邊又可以放到三人梳化 這棵牆掛電視機 幸好它的sliding door 是在這裡開的 所以你這邊 都可以放到一個很寬的電視櫃 然後另外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多朋友反映 就是這裡的房間很多時候 客廳和房間都是沒有燈的 這邊也是不例外 我想溫哥華可能一半以上的發展商 可能七成以上 都不會在廳和房間幫大家安裝燈的 這個就是我們後來後期 客廳安裝了一盞大的 然後房間也安裝了一盞 這個房間是有門的 不過現在依然還未安裝的 有個sliding door 房間的話 都可以access到露台 是兩邊通的 呼吸器的話 可以開少許 一條隙 這樣 現在就沒有 blind 沒有那個叫做 蜜網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自己安裝 床頭都安裝好電掣 還有我們都轉了 別人轉了這些電掣 即原本它原裝的電掣 好像普通的 就是兩個插頭 我們轉了有USB和Type-C 方便大家床頭充電 這邊兩門衣櫃 你開到上下就有sensor lighting 下面也都已經有了些櫃桶放東西 三格櫃桶兩邊衣櫃 這個單位我們現在暫定放租 2550元 它會包括了除了這個單位的使用之外 還會有一個有EV充電的車位 還有一個locker 車位原本是P9 但現在跟Conquer的Range 我們可能會加幾千元 就將它移回P5 就流層高一點 還有會加購多一個locker 到時候這些車位和locker 都會包在租金裏面 冷暖氣、gas、熱水的使用 都包在管理費裏面 所以大家就這樣用 租客到時候過來給的 就會是電費 你自己的上網費 和買租客保險 我們現在就去看另一個一房單位 大一點 面向和租客都不同 這個大一點 差不多560、570多呎的單位 整個廚房和廚物空間 立刻多了很多 我們從門口一進來 這邊也有一個大一點的 好像入門口位 轉去左邊就是洗手間 還有今次這個Color Skin 和我的單位不同 是淺色一點 所以大家看到地板和貴身 都比剛才淺色一點 但其他裝備一樣 這個就是Color 原裝的花灑頭 我同一機換走了這個 換了一個可以拔下來的花灑頭 都是一樣 有個衣櫃 然後一進去 就是一個L字形的廚房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或者是煮食空間 洗衣機乾衣機就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是雪櫃 電器和大小都一樣 雪櫃都是Bosch 焗爐、微波爐、爐頭 全部的尺寸一樣 它主要是多了這一塊 裡面的儲物空間 其實這裡真的放了很多東西 當初我買Simon的時候 就沒有這隻擱選 可能有,但太貴了 所以沒有買到 就選了另一隻儲物 下面可以拉出來 這個儲物空間很足夠 上面、下面 然後這裡就跟我那裡差不多 這裡全部都是櫃桶 所以這個單位最優勝的位置 就是廚房span out 多很多儲物空間 到這裡也是 如果大家中間想換Island 或者擺食飯桌 就是這個位置 那個吊燈位就是這裡 這個積呢 因為那個空間 比廚房佔了一點 所以你的飯廳感覺 可能沒有剛才那個單位大的 就足夠放到大桌 客廳就在這邊 放大沙發 電視場的闊度都大了 可以買過更大的電視機 然後這個單位的景觀又完全不同 首先它避開了Skytrain的聲音 因為這個單位其實是向西的 那這個看出去的話 大家不知認不認識這個景觀 我們走出來和大家看看 這邊下面是Metro Town 是向南 這邊是Dunt Town 方向Solo 是向西 所以我們主要是向西南方 景觀上都應該可以維持到幾長的時間 因為我們正樓下的這一堆 condo 都不夠 一些都好 九幾年零幾年緣的作品 有段時間都不會拆 那這裡看過去 雖然都看到Tower One 不過它不會在單位裡面看出來 頂到實實的 有些空間 然後Skytrain就在後面 所以我們的單位其實是背著Skytrain 那這裡看過去 大家可以看到 Amazing Boundwood 剛剛好被Tower One遮蓋了 那裡的站在那裡 那這裡走過去 10分鐘內就走過去了 然後那幾座就是Solo South Yacht 就在前面的空地 現在都還在發售 一房單位就是極少量供應 要不斷問才有 但也有些是一百萬 九十幾萬樓下的兩房單位可供選擇 所以好像Concord 這些兩房單位 座底都八十萬美九十幾萬 如果去到隔壁那兩座 我們的assignment 都在說接近九十美一百萬 去到Concord Oasis 可能都是過一百萬左右 如果大家想找些小小的兩房便宜些 就可能可以考慮在South Yacht 但如果想找發展商 和配套Amenities 裡面的東西更漂亮 那就Concord Oasis 下一期就留花 下一期 即最後一期的Concord Brandwood 就會在前面這個位置 但這真是二十幾年後的事 所以有段時間都不會 十幾年二十幾年之後 因為現在還在說到2027、2028 是在建造Oasis 在這裡的後面 是看不到的 所以這邊的景觀都頗安全的 其實有朋友會擔心 有火車鬼會不會好吵 其實現在就有火車一直在開過去 因為它在城市裡面行走 其實聲音是很小的 即是我不能看到它 我都不覺得有火車聲 反而附近的車聲 或者Skytrain聲 會比火車聲造成的資料更多 這個房間的單位都很大 尤其是這間房間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剛剛說了 廚房客飯廳 這裡是客廳位置 這邊就是這個sliding door 我們單位都有的 不過現在還未安裝 到時關門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透光的sliding door 這間房間感覺上好像大一點 還是不知道是否因為顏色的問題 都是三片玻璃 一樣可以在單位出到露台通風 然後衣櫃就在這個位置 跟我們的衣櫃一模一樣 這個好一點 這個可以放在短桌上 我們的職就不行了 我們的床頭隔壁就是衣櫃 我們有個走廊位 對 我們有個走廊位 這裡真的更加好 這裡可以放一張紮紮的書桌 你起碼放在床上 如果要放電視也可以 這個得一房單位 我們現在是剛剛交價 所以還跟屋主在討論 租多少錢 但預計都是說 跟我的單位差不多 可能2600、2650 或者怎樣 到時看市場需求再調整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跟我聯絡 你告訴我你想租哪個單位 樓層上的比我剛剛的高幾層 大概11樓左右 然後我們剛才有說過這個社區 繼續有些 upcoming activities 就是這兩座就是 Hillside East 這兩座就是東邊的 Tower 3、Tower 4 這兩座樓其實現在還在興建 estimate completion 就是今年的年尾 明年的年初到年中 很明顯大家看到Tower 3 它的完結程度是高一些 比起這一座 這一座會率先交吉 就好像剛才的Tower 1 現在on the market 可以買賣的 就會是樓花轉讓 即是assignment 我所知道 或者在我這邊掛牌賣的 一個是向東的 就是小一點的一房 另外有一個是向南左右 大一點的一房單位 而且是比較高層的 有一個釘 遲些會和大家分享一些職位 另外還有一個是中層 十多樓左右的兩房單位 這幾個就是assignment 當然有些朋友 可能會再找一些特別的 不同的樓層 或者是不同的方向 或者是高層單位的話 都會和大家可以去那個market 幫大家找一找 講回剛才我那幾個assignment unit 比較特別的 會是向南的一房 加書房單位 因為那個其實是sup penthouse 它就是penthouse 因為是搭起飾的 即是兩層 它是under penthouse 所以向南的景觀 望回mattro time 都挺開揚的 另外向東小一點的一房 價位就會相宜一些 因為它會便宜一些 它不是最高樓層 都三十多樓 還有一個是向西的兩房單位 因為它又不是正西 所以你向西是那個corner 旁邊還有西北和西藍 其實是這裡直望過去 和我們剛才的單位望向一樣 看前面的lumina solo 那些地方 我都放在我的網頁 carrie.com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我們現在有甚麼assignment 然後聯絡Carrie 就是這樣 我突然很安靜 我沒有skycam 是啊 靜得我有點不敢大聲說 已經吵到樓上了 不是應該很吵嗎 為何現在沒有車 大家有沒有看 出來吧